兩個都在學 對啊 不記得 不記得喔 沒關係啊 我們慢慢聊天 慢慢的歌啊 我很想變威以前 我過門跳的 對 對 真的有C C可能不在家裡面抽 不會啊 你現在是不是很健全啊 因為復健的路都是 大部分都是蠻摸不及的 然後 唯一有一些其實就是很片段 然後 就是很片段 所以 是不是都是很痛苦 對啊 就是大部分都不是很 值得回想 對 因為 他復健真的是很痛苦 最帥氣 這多久前啊 怎麼沒有印象 沒有印象了齁 快兩個月以前 兩個多月以前 兩個多月以前 對啊 啊 我在環島 不是你在環島 就是 我們在騎家車 然後跟人家說 你騎家車 騎用力一點才可以環島 之後才可以環島啊 要跟著古巴去環島 來 開始 不是 這是哪裡啊 這是榮總啊 這是榮總啊 這兩個多月以前 對啊 不記得 不記得喔 沒關係啊 我們慢慢聊天 慢慢那個 其實他 其實他 我會想要把他復健的這一段 的影片 所有都拍下來 是因為 我現在每天早上看 睡醒的時候 看到他的時候 其實 我是 好幾次都會哭出來 因為 我會覺得 我不敢想像 我們 還有一天可以 一起 在這個床上 然後他可以這樣子 睡覺的感覺 因為之前在醫院的時候 我每天睡前 就是我不敢去想 未來會更好 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沒有那可能 但是我真的覺得 我們 拗過來這一步 這中間 最多人問的就是 復健這件事情 很多人問我說 欸 他是做了什麼復健 才可以恢復到現在這麼好 真的是連醫生都說 是奇蹟喔 1月24號開刀到現在 不到四個月的時間 但是他卻可以恢復到 我們已經在游泳了喔 然後連醫生都聽到說 你們已經可以在游泳了 就嚇到 因為 不敢想像他現在 其實才經過四個月 已經可以游泳 大家會沒有辦法想像 他之前有多嚴重 這件事情 但是 我就相信說 如果這支影片出來 讓大家看到他 附近這一條路的話 大家 會給 跟他相同經歷的人 或是正在經歷的人 更多信心 因為他在加護病房 那個時候 醫生傳給我的 每一天視訊的影片 都會讓我覺得 天啊 我們感覺是 沒有希望的每一天 跟妳女朋友 打正招呼一下 手打開 手掌打開 手放一下這樣子 手再舉高 舌子比 舌子 欸 對對對很好 好 OK 眼睛打開看看 欸 對 跟依依點頭一下 跟妳女朋友點頭一下 OK 好 但是我覺得如果能恢復到現在這麼好 真的是 你自己覺得呢 我自己覺得 還好有這些 這一些 這一些 後面的力量 然後再相信 只有 希望 對啊 所以就 就比較有 有信心這樣子 是不是 有時候 我跟妳看妳之前的影片 附件影片 都會想到 我會想到說 原來我是一個是不會動的人 嗯 然後突然變得這麼不會動 然後 我要努力變成這樣子 在思想 因為那 我 很想變我以前 不會啊 你現在是不是很健全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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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它附件真的是很痛苦 我覺得 附件這件事情是 尤其是對中風來講 是一輩子的 因為 你中風就是身體有一個 不可逆的 傷害在了 所以 它的附件是 就算你 未來你覺得 身體恢復得再好 你都要把它當作是 附件 就是運動 你要養成一個運動的好習慣 因為其實我有 跟一樣的病友聊天過 有的女生病友 她是 她中風完之後 她就很積極地想要回去職場 然後想要回去 例如說 恢復學業 可是她就沒有好好附件 她就會有一輩子的後遺症 例如說她可能 手永遠舉不太起來 有個角度 她可能只能到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附件是一個 像我們現在的話 就把附件當作運動 但我就是陪著她一起運動 讓她起碼 會覺得兩個人一起動 比一個人動更有力量 這一條路 我們真的走得很辛苦 然後是每一天 扎扎實實 兩個人一起經歷的 所以我很想給大家鼓勵 因為我相信很多 不管是中風還是什麼 其實很多疾病 都是需要復健 我知道復健的當下 你一定會覺得身體受不了了 然後心很想放棄 但是如果我們的影片 可以讓你看得出來 從這麼不可能的狀況 我們可以恢復到現在這麼好 相信你一定也可以 希望大家一起加油 掰掰